是的 燕斗周易比普选让巫统代主席 纳都斯里默默哈山以大热的姿态 第四度为国阵保住了燕斗 当中哈山获得了10397张票 西蒙候选人斯特兰则是获得了5887张票 多数票是高达4510张 燕斗补选的投票率高达79.31% 是过去七场补选以来最高的一次 继世茅月和金马伦的补选后 这是哈山带领巫统以来为国阵缔造的三连胜 那今天马新社新闻台特别邀请了来自公民组织 群艺社的分析员郑志健为我们分析选举结果 志健你好 谢谢你好 是的 我们马上来看一下 想要问问您就是 西蒙执政已经将近是一周年了 却让国阵在金马伦 世茅月 燕斗的补选当中 补选当中取得了三连胜 其实这代表了什么呢 其实我们看一下金马伦 燕斗跟世茅月 其实都是属于国阵的强区 金马伦是行动党或者是所谓的反对党 之前的反对党是从没赢过的 然后燕斗是直到2018年第四十届大选 才由土团党的一个州议员 但已经去世了 拿到了 而燕斗的就是摩哈摩哈善之2004年 当恩圣州大选之后 至今就已经没有落在反对党的手中了 所以这些是所谓 我会说是国阵的强区 所以西蒙就算成为了执政政府 要再拿下这些选区也有一定的难度 这是不容易啦 那其实他是以4500多张的这个多数票 来狂胜这个西蒙的候选人斯特兰 其实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一下 就是为什么这个摩哈摩哈山 他会占更大的一个优势呢 其实摩哈摩哈山在圣美兰州 是蛮有名声的 然后他除了有一定的无意的支持 连有一些英语的选民 甚至华语的选民都对他有爱戴 因为他在圣州 在圣美兰州的表现 其实在身为一个圣州大神 其实他是蛮好的 是的 那其实我们在看到 就是军警和这个邮寄选票的方面 国阵总共是获得了113张票 西蒙只有10张票 那在这一次的补选当中呢 也有很大批的这个马来年轻的选民 把这个选票投给了国阵 在一些的投票账当中呢 还获得了91%的选票 那为什么马来票 依然是西蒙执政以来的一个弱点呢 我们看回第14届大选 西蒙 我们可以说马来票是三分天下了 现在西蒙有一定的数量 回教党有一定的数量 然后国阵就是巫统也有一定的数量 我们看一下莫迪卡民调中心 所得到出来的在14届大选之后 得到来的数据 我们看到西蒙只得到25到30%的马来票 而回教党是得到了差不多30到33% 而国阵就是巫统 就是得到35到40% 就是说在马来票三分天下 西蒙根本是最少的 但是问题就是他们做了执政政府将近一年的时候 他们也是没有一个特定的策略去吸取马来的选票 反而我们在燕斗看到某一些投票去 反而他们没有得到一些选票 反而他流失了他们在第14届大选 当中 得到的马来票 所以说其实可能说他们的那个执政的一个方针 还没有出来 就是怎么针对这个马来人的选票去做一些 就是可能说拿回来这些马来选票 那讲完了马来选票 我们就要看一下就是非巫裔的选票 那这个燕斗呢 它是拥有40%的非巫裔选票 但是结果却显示 这个补选的结果却显示 似乎并没有存在巫裔结盟的一个效果 那其实可不可以大概跟我们分析一下 非巫裔的选民究竟在想些什么呢 如果我们要谈巫裔结盟 我就要稍微谈一谈伊斯兰党 我们可以看到伊斯兰党在兰马 其实是没有什么势力的 如果我们看一下马六甲 圣美兰州跟柔佛 他们总共只有一个州一起 which is在柔佛 所以他们在圣美兰跟马六甲可说是 没有州一起没有国会一起 他们有竞选很多一起 但是全部都失了安窥金 所以我觉得这个次的胜利 不会完全归庸于乌易结盟 反而是国阵跟多曼 就是马哈马哈善本身的组织 本身的魅力 领导 领导才让燕斗会落在国阵的手中 那其实我们也有看到 有一部分的这个华裔选票 已经是转向了这个国阵 可以不可以跟我们说一下 就是其实有没有当中 有没有一些原因是导致这些 华裔选票的一个转向呢 其实在十四届大选 我们可以大家都知道 华裔选票已经是去到了一个瓶颈 95% 90到95% 所以他们不可能在现有的情况下是在增加了 然后你看一下现在这个补选 在没有对中央政权或者是州政权 有任何影响的前提下的这次补选 我觉得华裔选民会很理性的 会比较倾向于选一个前州大神 来制衡来监督现任的西蒙盛州政府 是的 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 直接来到了直播室 并为我们提供了精辟的分析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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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